嗨 大家好 我是阿美美 最近都有为各位介绍 我在家里的客厅一个角落 利用植物灯来种豆苗 种那个碗豆苗 感觉成效不错 我们先来欣赏一下吧 这个就是我前几天种的碗豆苗 已经长得应该有的将近七八公分以上了 成长速度也是蛮快的 我觉得蛮欣慰的就是说 它都长得蛮粗壮的 一点都不像很脆弱的样子 所以我觉得这个植物灯 应该也有发挥到它的效果 那看情形这么好 那我就想说我继续种 因为我买了很多碗豆种子 那昨天晚上我就有泡了一些这个种子在这边 其实已经准备要发芽了 我想说我今天就把它先种下去吧 反正有植物灯嘛应该无所谓 那也准备了一些土 我们现在就来种 把这个先推过来 准备两个透明盒 然后一些土 我们现在开始弄咯 把它铺平均 这边也一样 好 先暂时这样 再来我们就是把这个 碗豆把它均匀铺上去 然后另外一盆也是一样 尽量把它铺平均 然后再来 差不多了哈 我们就在上面再铺一层薄薄的土 这可以一些 好 再把它涂拿过来 这边一样哈 这样铺上去后 你再给它浇一浇水 好 这样子哈 我们就可以让它慢慢的成长哈 应该也长得很快啦 因为这个不到几天就长这么高 那这个我们也应该 应该也会有希望的哈 那这样好 就记得每天喔 经过的时候就跟它喷喷水啦 反正也不会浇的过度嘛 又喷的 这个就是我今天为大家介绍的影片 希望大家会喜欢 各位如果喜欢我的频道 请记得订阅 并将它分享出去 可以的话 也请帮我按一个赞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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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